创意理财近在运通 财富指挥官 财富涨停板 而且今天一开始先讲 我今天应该没有时间讲到能源概念股 因为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各位看一下中兴电直接攻涨停 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那么大亚直接大涨 甚至1514的亚利直接大涨 那么今天整理是很正常的现象 那我今天应该没有时间跟各位讲说 将来电力上涨相关性质的个股 但是不要忘记了 那么我们跟各位讲的 最便宜的卖电概念股 注意一定要有电拿出来卖 不是生产就好 你不要给我去买太阳能 那么最便宜的卖电概念股 基本上我们还是会持续跟各位来做推荐 而且今天应该没有时间讲到能源了 因为所有的题材 都在我们节目的掌握当中 包含了国防 生计 安控以及能源 安控今天等一下我会跟各位讲 那么我们第二阶段再来讨论好了 这一次广语怎么长得比较多一点 我觉得很多老师都 广语是做汽车的讲了半天说原来广语今天是做所谓对讲机 而这个对讲机来讲的话原来就是一个所谓安全监控 那么原则上的观念 注意其实广语不是真正的安全监控 红海家族底下真正的安全监控 我第二阶段的时候再来跟各位做重点讨论 我想今天一开始先跟各位讲说有些真的是节目时间的关系 讲不到啦 就像前几天的时候叫我讲生计 我真的没有时间告诉你 我真的没有时间告诉你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今年以来 敬哲跟各位所讲的题材 今年以来 我们指挥官家族跟你讲的观念 我真的要讲这两个字 我不是故意停下来的 因为心里头会有点酸楚 真的叫做活路啊 为什么呢 因为太多的人 不管3721我就是喜欢做连电 不管3721我就喜欢做6770的利基电 我不管怎么说啦 不管现在到底怎么反弹啦 不管现在到底怎么反弹啦 而且不管怎么去反弹台积电好了 不管现在讲的有多有希望啦 你去问问看688块那个人 他现在心情怎么样啊 你去问问看那个买在650块600块的人 他现在心情怎么样啦 你去问问看今年高档的时候 2615的万海买在353块钱 你说现在海运股第四季又要上来了 新闻每天吹捧 你现在心情怎么样啦 我相信这些朋友 对于台湾股市来讲的话 那跟是打败仗一样 就是完全找不到希望 完全觉得天是黑的 不管天上讲什么 他都听不进去啦 你看台积电一边反弹一边有人停损 我就直接告诉你啊 所以今年来说的话我一直跟各位强调 我们指挥官家族 尤其在下午2点的这个时段跟各位所讲的 基本上来说的话都是非常标准的 你必须要逆势向上 你必须要从这里面找到重新成长的股票 包含了各位看到解封概念股 注意喔现在换到什么 换到中国大陆解封啊 换中国大陆解封啊 所以现在我们之前跟各位讲的是什么 2743 我们就开始跟各位讲日本解封 最后到了什么 到了台湾不要多偷口罩 你看这是完全正确的 油价大涨 生计股 那到了最低档的时候 我说现在出现了国防股跟安全监控 我相信安全监控到现在为止啊 还是市场上面最大的指标 安全监控涨了一次休息 涨了一次休息 雷虎涨一次就休工了 你老师不是说雷虎不会涨 你老师说我们还是回去继续做全职股 还有人做这个2882的国泰金控的 还有人做2881的 难道不知道说这次我们看到这个防疫险 赔到很惨很惨吗 然后现在就是要存股啊 要怎样 我是说真的一件事 那是自我安慰啊 你存股存多久 可以从85块钱赔到60块 要存20块钱的股票回来 所以我跟各位讲说各位啊 为什么我说过今年你一定要看我的节目 因为只有我的节目已经到明年了 我甚至可以讲可能会到后年都没有关系 只要我还坐得到 我现在看起来我满健康的 我这几天健康检查还是一个健康宝宝啊 超级健康宝宝 你看我这个声音 看我这个身材就一样啊 甚至可能续约到后年 很多家族因为这次跌下来之后呢 我是说真的一件事情 他已经做不下去了 因为根本就 根本入不敷出嘛 就没有人要跟了嘛 讲白了就是这样 我问你一件事啊 如果你是 我去年很多人跑去这个地方去找老师啊 结果通通通通摔到这边 你还想跟吗 我讲白一点 你还想跟吗 你还是还跟得下去 我还真的佩服你 我就是这么告诉你 所以我现在很直接讲一件事哦 你现在要参加老师之前 黄静泽或者我们指挥官家族最值得你参加 因为我一定还在电视上持续的跟各位分析啊 如果没有在电视上跟各位分析的时候 你怎么知道他讲的东西是对的还不对的啊 你怎么知道他到底有没有绩效 到底有没有讲到那样的一个题材啊 所以亲爱的朋友 我相信很多人去网路都被骗得一塌糊涂了 所以为什么说电视是非常重要的 请你记得我这句话 除了我们 除了我这个节目以外 我已经给你肯定的最早告诉你说 我早就续约了 因为我们的会员朋友还在支持 谢谢大家 先跟会员朋友说谢谢 我们的会员朋友还在支持 所以我们在这个 这一次虎年的过程当中 虎口逃生啊 大家都虽然都很辛苦 我必须要这么说 虎口逃生真的是比较辛苦啊 因为你必须要一直一直在找产业 但是我们的团队都是这么好 我们选出来的股票都是这么标 所以大家都愿意啊 我先告诉你 我们已经续约下去了 很多说什么要转去哪里转去哪里 什么转网路转LINE AT 我告诉你一件事情 那个就是因为 那个已经在证明说 他今年呢 这一整段下来 所以你再去选这些啊 我不好意思讲说 从错误里面去要 你要选答案是找不到的 我直接告诉你 从错误的答案里面 你要选标准答案是找不到的 真正的标准答案在这里 真正能够帮助你反败为胜的在这里 请你想清楚好不好 所以我今天一开始的时候 先跟各位讲一个 我自己觉得 有一点点小小难过的地方 因为这个过程当中 我甚至这一段 我还跟你讲说 你可以去放空啦 虽然他现在已经很飙了 算是不能说很飙了 就是有涨啊 就是现在已经有涨 因为他叠最深嘛 叠最深他当然会涨一下 那基本上来讲 有的人我差点被他们套到了 说这要很飙 你看这一段下来的时候 我还带你去放空 更不用讲了 这个全场就是跟你讲 为什么那个时候 我那时候讲那句话 你还记得吗 我说我为什么要跟你讲放空 我说我是在救人啊 就算你没有参加 你也不喜欢放空 你只要不卖 没有想到说句不好听的话 人做好事一定是有好报的 人做好事一定有好报 讲真话一定有好报 好不好 好了 我就只能这么形容一件事了 如果你是我的家族成员 您放心 我们的节目 不要说明年底 甚至后年底 都非常有可能继续下去 我会陪着各位 好好的反败为甚 好好的在股市里面 寻找最标的产业 请你记得我这句话 想要参加之前先问清楚 好不好 来 想要参加之前 还要什么问清楚 老师啊 这国防局 我们老师怎么在做过国防局的 我都不好意思讲一件事 标成这个样子你没做过 你老师最近都没有讲过安全监控 没有讲过华金 没有讲过金瑞 我还跟你讲说华金 最早期的时候 是华市的人出来做 华市你不知道吗 我常常讲一件事 路边捡钱你不会吗 甚至我已经跟你写到说 这个地方来讲了 国防会变成显穴 甚至你各位 不要看我们财经新闻了 你就打开电视随便看 可不可以 国防部要建超过多少 4151亿 其实答案是5234亿 因为还要追加预算 国防部要花这么多钱干嘛 日本的国防预算 占它的GDP2%而已 这个占GDP15%你知不知道 所有人赚的钱15%拿来做国防 为什么台湾这么拼 因为中国大陆的威胁比较大 没有错 我们比较靠近 我们又比较小 加上美国呢 美国还编了100亿美金 相当于要给乌克兰的钱给我们 你知不知道 这么多钱 那你说他不会涨 你雷虎做不出无人机 我也要叫你做出来 你知道吗 亲爱的投资朋友 你这些人你做不出无人机 我也要叫你做出来 为什么 国防什么东西都是优先的 要保卫我们自己 最重要你一定要有武器 你不能叫我这样光溜溜的 穿一身金服就上去跟人家打仗 对不对 一定要有这些东西 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 各位看一下 32.3元 我已经跟你说 最低档的时候没买到 32可不可以再买 还可以买 你们老师又说不会涨 不会涨 不会涨 不要什么东西 你不知道 你就说不会涨 难怪你的节目不见了 知道没有 我现在讲的这句话 很实在一点 当初我在讲说 2743的这个三富旅游 没有人在讲说 这个股票会涨的 对不对 那时候说 这个旅游股都是赔钱的 都没有赚钱的 废话都没有人出去玩 当然是赔钱的 这废话讲的比较直接了 但是将来会不会开国门 哎呦 2707的精华不会涨 不会涨 那外国人永远不要来台湾好了 所以现在还是这句话 虽然中国大陆是比较让大家觉得奇怪的地方 但是总有一天会开 对不对 一样的道理 那台湾是不是不断不断的必须要有这种国防概念股 今天最强的还是雷虎 所以领头羊不变嘛 领头羊是不变的嘛 领头羊是不变的嘛 我一直跟各位强调一件事 各位想想看 我安全监控从8月一直讲 讲到现在还在安全监控 现在你讲多少 讲三个月啦 那雷虎我就从这个 从9月份开始讲三个月 也要讲到明年1月 对吧 是不是呢 而且各位看到没有 以后阿兵哥 我们现在都在讲 以前我们去当兵 在那边除草 在那边拔草扫水沟 清大便 气死我了 真的是讲不好听的话 气死我了 我好好的要去当兵 你让我锻炼体格 你让这些装备你给我 你知道吗 这些装备你给我 我们好好的去当兵 丛林野战 山地野战 下基地 那么包含三军联训 还有勒 施对抗 这些通通都给他打下去 这才是对的嘛 这才是真正要当兵嘛 现在大家都在讲了嘛 你既然要严 OK 国防部你既然要严的话 千万不要让我们年轻人 又去那边扫地 又去那边给你清水沟 那扫地跟清水沟 拿着哨把是没办法打仗的 知道吗 所以各位 大家都有这个共识了 钱也编下去了 一定是给你来争的 将来跟美军联训都很可能 你说老师真的还假的 美军就来了嘛 这个人是谁 美国人嘛 洛克希德马丁也来了啊 所以我就跟你讲说 洛克希德马丁开年股是 这个 这个叫洛克希德马丁开年股 全是 洛克希德马丁多大 照片忘记带了是不是 这个来看这个 各位知道洛克希德马丁有多大吗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世界军工霸主 一个国家的军工 自然都比不过他 他一家公司比法国全部做出来的军火还多 比瑞典做出来的军火还多 知道吗 全世界最大的 现在 我现在连汉翔我都想要做了 因为汉翔以前是汉翔啊 但是现在呢 洛克希德马丁就好像苹果那么大 汉翔就像什么 就像红海 这样看起来感觉上已经有点像了 对不对 洛克希德马丁比苹果还大啊 霸主 手机霸主是谁 手机霸主是那个 手机霸主是苹果嘛 洛克希德马丁霸主是谁 是霸主嘛 对不对 那请问他台湾代工是谁 那是不是 这不是因为观测所的关系啊 不然的话我告诉你 根本还没做完呢 所以我跟各位讲说 各位注意一下一下 这一次的一个中国 美国跟中国之间的对抗 我还是要把最强的国家讲前面 这样比较好 至少三十年 三十年之后我告诉你 我当然不会当老师了 我不可能签约签三十年 但是我的名列已经签了 三十年之后我几岁啊 九十啊 对不对 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啊 我希望所有朋友来给我注意哦 那么来 我们先讲这里好了 各位看到没有 FCC啊 近大陆对讲机大厂 美系厂商瓜分 跟广宇受贿 这没几个人知道 说真的 连我也不太清楚说 不能说我不太清楚 我知道有这个产品 但不是那么大 你懂那意思了没有 对讲机当中的海能德在其中 广宇是美系大客 我可能赢得转单啊 其实这个明天可能会讲说 广宇占他的 这个占广宇的这个总成交 总收益没有多少 说真的 真的没有多少 这新闻就这么写了 写了他就大涨啊 但是这是什么 这是安全监控 对讲机是安全监控的一种 亲爱的投资朋友 鸿海家族有在做安全监控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啊 有鸿海家族做back ground 光是鸿海的厂来做安全监控 他们进出来 光是鸿海的厂房 鸿海的协力厂商来做安全监控 这家公司吃到饱了 现在又来标政府的案子啊 我现在最喜欢看就是哪些都 哪些人在标政府的案子 因为政府现在 我刚刚讲嘛 美国还要编一百亿美金 要给你做国防预算 一百亿美金比我们 跟我们差不多呢 好像我们出一半他出一半 还把我们台湾全部武装起来 欢迎各位 想知道这一党安全监控 想赶快上车 尤其现在还在低档 注意我一直跟各位强调 你真的不要为难我 我天天都有人跟我讲说 老师金类可不可以买 老师华金可不可以买 我老实跟你讲一件事 我如果跟你讲可以的话 我就跟那些 准备下市的老师一模一样 反正就专门来追高 追高就套牢 有一天你就买到这个 你不要为难我 你说老师会不会就在这里 会不会就在这里 如果是在这个附近的话 我真的不会给你建议 你不要每天都为难我 他这个这个 那如果说你问我8033 我就说可以 所以各位 你要想想看是真的谁在做事 这档股票现在完全都还在低档 因为市场上根本没有人提过 全部人都只有在蒙那个广宇 如果你没有蒙到广宇的话 有啦 因为鸿海家族最近 还算是可以有个差价 你蒙到乙胜 有人去蒙这个 他这个跟安全监控没有关系了 跟这个新闻今天没关系 我认为所有的东西都是有因有果 股票市场里面股票会涨上来 也是有它的原因 我们的节目能够持续下来 也是有我们的原因 欢迎各位想尽办法肯定我们 而且一定要支持我们 以后你要再看到电视的节目的话 会越来越少 但是电视节目还是可以 讲得最清楚的节目 你说不是吗 欢迎各位想尽办法跟上 财富指挥官家族 先打通电话 掌停掌停再掌停 等你电话 就是不要错过任何一位名师 手机扫描QR Code 锁定运通财经台频道 24小时帮您解盘 运达投顾标股产业专家 黄老师 主流轮动快速 标股打败大盘 上半年生计光光 完美避开虎年风险 本破断无人机安全监控 领先市场 强势获利 国防军工 三级标股正在启动 是您操作标股 寻求获利最佳家族 迎新储旧 回馈专案 先断标股 年后起算 一个不达标股专线 02 27810909 RSI九大要领 急迫指标盲点 太弱换墙 让您改变散户的命运 运达投顾 02 278109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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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达投顾 真心照顾 这怎么看的 你很正看的 避防二次交通事故 有法宝 一 开启危险警告灯 在适当距离放置车辆故障标志 或其他明显警告设施 二 拨打110报警或119救护伤怪 三 交汇车辆位置 可用手机拍摄机阵 四 无人受伤时 将车辆移到不妨碍交通的地方 有人受伤时 当事人均同意再移动车辆 五 在路边或路外安全的地方 等候警察到场处理 预防二次交通事故发生 放 播 话 仪等就对啦 那么今年以来 生计股一直是我们的主轴 但是我们有的时候 必须要让资金 有更快速的活动 所以我必须要这么说 真的是没有做到完 但是有的老师说他做到完 你就相信他好了 我也不晓得讲什么 OK 真的不是 因为他后面盘整的时间 实在是太久了 所以原则上来说的话 真的没有一直等到他最高点 但是最美好的那一段 而且现在说实话一点 最美好的那一段转完之后 现在你今天再去追高 好像意义不大 我反而觉得各位注意一下下 那么去想想看这个克利提纳 以前叫利 现在我们叫F立峰 跌到这个地方来 有没有写在这里面 当然有 因为这是生 这是我最后一期的非凡商业周刊吧 我那时候写说 请各位一定要特别留意三种股票 一种呢 你去看一下 那上面写得很清楚 一种是六四七二的宝瑞 这叫什么 CDMA 我当时讲的那句口号 我相信如果我没有讲 我相信这个部分来讲 我节目直接下来 你应该记得很清楚 我说宝瑞创新高 生计代工创新高 可是抱歉 金人代工还在等反弹 对吧 我是不是这样讲 我说6589台康生会创新高 但是2303你还在等反弹 如果你真的是纯粹只做生计股的话 我相信这两句话 对你来讲是受益肥浅的 当然我们手上的股票比他更飙 所以这股票后来就没有做他 我可以这么讲 但是我随时随地还是会回来 我还是讲得很清楚 中国已经开始 他们说 其实中国大家都在讲那个 你也知道他们讲话 其实是那种政策讲话 习近平说病毒致命性减弱了 大家都知道说 因为是有人出来抗议 所以受不了了 所以基本上他们自己也受不了 因为几乎要饿死了嘛 所以就干脆一点 好啦 那就慢慢要开封了 这一开封下去的话 我认为大街小巷的克利提娜 那你要好好留意 现在还刚刚开始而已 现在还刚刚开始而已 这美容概念果 刚刚开始而已 当然也包含了他自己的 这个3205的这个摆 各位注意一下下 其实这两天我已经在布局了 大奖怎么会大涨呢 涨得舒服度比这个 你看他后面从这里 105块涨到165块 怎么会大涨呢 涨得比这个1760的摆银还更多 比如说我同样时间去比赛的话 跟各位报告一件事 因为要解封了 所以这些所谓的保健股 基本上来说的话 也变得比较强势 那我想基本上我们都会想办法 来做这方面的一个配置 如果你要做生计股的话 放心了 我是说真的一件事了 如果你找别人做生计股 我还真的觉得你很没有眼光 我觉得他们尤其是 你忘记了我讲过一句话 那张跑去哪里 我讲的是我会员朋友的股票 那张跑去哪里 我讲的是我会员朋友的股票 不是盘面上涨停板的 盘面上涨停板谁不会讲 我讲的是我会员朋友的股票 我到现在还没有改变 有的有调节 但是我只要现在敢给你秀 我都还没有卖光 谁会告诉你致意 谁会告诉你莱宝 这个叫做可挠式面板 就是我们所看到的飞行员 这个头盔 那他没飞上去之前叫做什么 叫做宏达电的Vive 但变成头盔之后叫做至今 变成头盔之后叫做莱宝 没有变成头盔之前 叫做宏达电叫做卫数 这样讲合不合理 这样是不是各位 比较容易清楚的看到了 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行情里面 真的这几项产业 我一直跟各位强调 由小而大 由高而低 那么不管是国防也好 生计也好 安控也好 能源也好 你看由高而低 对不对 我大疆本来赚钱就赚很多 只是真倒霉 中国大陆就发疯一下 就给你风控 我这个4137的F立峰本来就是很好的公司 我中国大陆就发疯给你风控 我克力提纳不能上街我能干嘛 可是知道克力提纳怎么做生意了吧 台湾最近台湾在这个疫情期间也比较少 但是这次选完了我相信 执政党终于相信有很多人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受害的 那克力提纳不是在马路上就跟你说 你的皮肤不好我带你进去保养试试看嘛 那种生意以前全部能做慢慢开放出来 它会重新上来嘛 对吧 已经有两三年他们几乎是停摆停业 这跟观光股差不多的 其实还有一种写在这里面 在疫情期间有一种你每天在做的事情 其实最好不要做 所以他们生意是一路下滑 这个我以后再跟你介绍 你可以看我的视频看我的YT 因为我还是只能介绍主角 我今天能源都来不及了 今天主角要跟各位讲 红海家族的其中一个叫广宇的 其中一个叫广宇的 因为市场上大家都在讲 广宇这是因为对讲机品牌 这个所谓的海能达 海能达这个代号在这里 什么00282583CN 所以广宇的美系可能会转单进来 那我都不好意思讲说 对讲机 对讲机中间有个晶片 所以美国你看他们多认真 像我们台湾说放心放马达没事 中国到底哪里给你放个晶片 在那边偷听你都完全不知道 所以我就跟各位讲说 人家美国连对讲机都已经把它借了 所以各位注意到一件事 台湾现在目前为止 也是不断不断的 再把这些安全监控全部换新 以前我们不好意思讲 我们在台北市看棒球 可能老贡都知道我们在哪里看 我都还不晓得我坐在哪个位置 他可能知道了你知道吗 这是鸿海家族的一家公司 原来他也是安控 你可以拆拆看 但是拆错了就没有了 这么多人在拆 但是你可以不用拆嘛 我是常常讲不要去拆好不好 涨停 涨停 再涨停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强调 好的股票怎么做 跟上专业的指挥官 买在市场之前 三支涨停板来回调节操作 而且我们的节目 明年 后年你都 只要我身体健康 来 你要祝福我身体健康 只要我身体健康声音红亮 你就会继续看到我 涨停 涨停 再涨停 我们等你电话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订阅台股好事多 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一记在手 走到哪 看到哪 YouTube每周产业分析 专业分析师为您解析 扫描QR Code 订阅台股好事多 让您不再错过精彩节目 黄建哲老师声明书 近来网络诈骗猖獗 利用黄建哲肖向 发送赖讯息 提供不时的股票分析意见 或推荐建议 诈骗投资人 请投资人勿受骗上当 若有疑问 请拨打运达投雇公司电话 0227810909确认 以免权益受损 运达投雇 标股产业专家黄老师 主流轮动快速 标股打败大盘 上半年生计光光 完美避开虎年风险 本破端无人机安全监控 领先市场 强势获利 国防军工 三级标股正在启动 是您操作标股 寻求获利最佳家族 迎新储旧 回馈专案 先断标股 年后起算 一个不达标股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I-S-I